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斯大州的比赛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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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短节目是他之前参加过唯一的一场国际华联国际比赛用的节目 当时是在07到08赛季罗米欧与朱利叶他这次也就是隔了两个赛季之后 他用的还是原来的老节目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能力比较有限难度也不是很高 所以呢他尽管是他尽管是巴西唯一的一位能够出去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但是也很难在国际比赛中看到他的身影因为我们知道能力偏低的选手他在各项赛事当中的积分是很低很低的基本上就可以说要想比进自由华都很难 这个赛季罗米欧与朱利叶做的还是很漂亮的 他前面有个阿克萨两周的跌倒 那么连跳用的是两周接两周 他之前唯一参加过的一次世界的大比赛就是08年的世青赛当时就排在了第44楼 这次女班的短节目一共有8周 最好看的应该是最后两周 因为在这两周当中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的水平比较高的选手参加 四大周的比赛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像来自菲律宾还有泰国呀墨西哥以及像南非这些国家的选手参加比赛 南东分14.02 前面分11.72 多到一次追加特达一分得了24.14 出场了是13位选手他现在是排在第十